大家好,歡迎收看今期的生活調查團,我是水恩 除了講究食物搭配的營養之外 現代化的生活更加追求健康兩個字 所以現在周不時我們都可以見到很多市民鍛鍊的身影 無論是年輕人還是叔叔、嬸都開始投入了電鍊 但是我們生活調查團最近接到一位熱心觀眾的委託 他好像遇到一些過不去的阻滯 其實我覺得你不算肥,你應該是屬於那種適中的體型 沒有必要說跟健肥過不去 你可能不知道,你看著我瘦了,但我肚腩比較好 那你是做什麼樣子? 我以前是做IT的,然後以前是瘦的 作為一個30歲出頭的優惠青年 陳先生都沒想到拍拖三年的女朋友突然要提出分手 原因就是年紀越來越大,肚腩越來越大 何不,就沒大過,傷心,加失望的陳先生決定踏入這個例子的減肥行列 其實我都覺得自己不算很肥 不過就是那個名字,為了分手什麼話都說得出來,刺激我 所以你為自己制定了一個怎麼樣的減肥計劃呢? 一個很完美的減肥計劃 為了從十多年挺拔的身形,陳先生說除了大量運動 他還開始嘗試停節飲食 希望雙管齊下可以盡快達到瘦身目的 那應該不難啊 是不難,但是不知道為什麼,最近某運動起來就覺得 頭暈,乏力,肌肉酸痛 那是具體怎麼樣的頭暈? 你想啊,我頭暈,走起路啊,迷迷糊糊的都不知道自己在幹什麼 可是我覺得你現在的邏輯思維挺清晰的呀 是啊,因為我前一天停了運動,很奇怪啊,我這兩天的運動反而好了 那麼奇怪,運動就不舒服,不運動就反而舒服了 對啊,所以就想請你們幫幫忙,看看是什麼原因 OK,使命必打 為了解清楚情況,水恩第一時間就發微信諮詢了認識的健身教練 教練你好,最近我們欄目組就收到一位熱心的觀眾的委託 水恩通過微信和教練簡單介紹一下情況 教練告訴我們,如果鍛煉引起不適 基本就是看個人當時的身體健康情況 內因就是他當時的個人健康狀態 不排除有高血壓的可能 內因就是鍛煉的環境 例如天氣溫度變化過大 天氣溫度過低,或者潮濕,或者冒霾嚴重 這些都可能是誘因 那陳先生是不是因為脫壓的原因而導致不舒服呢? 那接下來的時間,我們再次找到陳先生,一起來做個實驗 現在生活節奏快,大多數人都會選擇速食食品 我們之前的調查團也有報導過 這些速食食品中隱形的高鹽份 會令人體血管收縮,長期累積之後 導致到現在的年輕人也會有這個高血壓的出現 那陳先生會不會是因為這個原因呢? 那今天呢,我們就請了陳先生過來一起做這個測試 那為了配合這個測試呢 我們就會從早早到下午,分別做四次的血壓測試 那現在呢,就在早早的8點半,我們開始做第一次測試 那陳先生第一次的血壓測試的結果呢,就是138,78 那現在呢,是早早的10點半,我們幫陳先生做第二次的血壓測試 陳先生第二次的血壓測試的結果呢,就是144,76 參照血壓等級參照表,正常來說,理想血壓應該是120,80 但是現在我們早上測出它的數據,已經遠遠超出了理想血壓 10點30分所測試得到的結果的收縮血壓高達144 頻鈴高血壓,莫非它的運動身體不適,真是由於高血壓引起的 下午,我們再來測試一下,到了下午的血壓又是怎樣 然後再將這些數據送到專科醫生那裡,看一看 現在是下午的4點鐘,我們幫陳先生做第三次的血壓測試 咦,低了啊,102,69 現在是下午的6點鐘,我們幫陳先生做最後一次的血壓測試 那陳先生最後一次測試結果呢,就是119,67 那明天呢,我們就會將陳先生所有的數據送過去給專家 看看專家怎樣說 那麼我們所謂的高血壓,你比如我們是大於等於140,90 這才身為高血壓,那麼一般來說,血壓大於160,100的情況下 這時候,往往運動對高血壓病人來說是不適合 他應該把血壓控制好了之後才做運動 那麼我們正常人一個血壓來說呢,是早上有一個乘風時間 那麼來說,我們是8點到10點鐘,這時候是人體的第一高峰 第二高峰是在下午3點到7點鐘左右 這時候往往是第二高峰的 那麼來說,這種情況來說呢,一般血壓都有這樣的風質的改變 所以我覺得,如果他的血壓監測在130,早上下午晒110,這完全是符合我們這個人體的 我覺得這個血壓都是正常的,它完全可以沉澱 醫生說,陳先生的血壓正常,即使早上進入到一個血壓的早高峰 也都在這個可以運動的安全值之中 而且就算是高血壓的人,也完全可以運動,但是要講究方法 首先我們高血壓病人,由於這個發病的機制不太明確 那麼這種病人往往是終生使用的 那麼這時候,他必須要服藥了之後才把血壓控制好才可以運動 另外一個呢,我們作息的時間,沒有一個是睡眠時間,必須要充分 那麼運動前呢,這個病人如果覺得自己已經不舒服的情況下 那這時候往往是要停止運動的 你不能說,我昨天去了,今天也早去,那不可能 那麼一定要自己覺得經歷比較好一點 然後沒有任何不舒服的情況下,才開始運動 而且運動的時間,往往不能太長 一般是二十到三十分鐘,那麼每週有五次左右 這樣會比較合適 另外一個呢,這種病人往往要多做一些有氧運動 你比如散步啊,打太極旋啊 這種運動往往對這種病人比較適合 一些比較激烈的,你比如打籃球啊 或者是足球啊,自己往往對病人來說不太適合 老年人呢,你說羽毛小,對他來說也不太適合 看來,從血壓這個內因來調查,暫時是行不通的 水恩決定,還是從另一個源頭,外因 也就是說陳先生鍛煉的外在環境著手 那究竟他平時會在哪裡鍛煉呢? 喂,你好,陳先生 水小姐,你好 你好,就是我們之前已經把你的血壓情況交給醫生了 那麼他就說你的血壓是沒有什麼問題的 就想問一下你平常是在哪裡鍛煉的呢? 我平常啊 我一般早上吧,跑過去陸湖 他們都說那邊空氣好,所以我就過去 有時候就在那邊的校樹林裡面跑步 通話得知,除了鹿湖小樹林和小公園 陳先生有時候也會在家附近的社區小廣場跳繩 所以我們決定先去這幾個地方著手調查 那專家已經說過了 運動的環境對我們的身體是有著重要的影響的 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時段進行鍛煉 我們的感覺也是不同的 那麼有些人就覺得早上的空氣比較新鮮 可以令到他們的精神爽朗,而選擇神魂 但是有些人就認為朝早植物的光合作用不夠強 空氣中的氧氣比較低,二氧化碳濃度比較高 所以他們就會選擇下午運動 那麼究竟這些觀點有沒有理論依據呢? 關於神魂地夜間運動 一直以來這兩種說法都沒有一個準確的判斷 而在網上可以搜索到很多網友認為 神間二氧化碳過高,食儀運動的消息非常之多 究竟這種說法有沒有科學依據呢? 陳先生身體感到不惜,究竟是否因為這個原因呢? 專家告訴我們,如果想探究這個問題 我們可以用專門的儀器去分別檢測一下 早上和晚上空氣中的二氧化碳濃度 科學的數據可以告訴我們答案 雖然生命的意義在於運動 但是很多人都認為冬季的焦組是適宜養生而不是運動 尤其是因為冬季的氣溫總體偏低冷 那麼對人的呼吸度以及各種的身體機能 都沒有太大的好處 更加有說法說,焦組的二氧化碳過高 根本就不適宜運動 那麼究竟這種說法有沒有科學道理呢? 我們一起來做個實驗就知道了 為了準備今天的實驗 我們的調查員一大早就整裝待發了 為了保證取養的科學生 我們選出了公園的小樹林 公園的廣場 和市中心的廣場這三個地方作為取養地點 在早上8點和下午5點這兩個時段 分別做一個檢測 我現在就在公園的小森林裡面 這個就是測量二氧化碳含量的儀器 稍後我就會測一下森林裡面的二氧化碳含量有多少 二氧化碳測試儀 可以通過全錦氣即時監測空氣中的二氧化碳濃度 當外界的氣體達到平衡值的時候 直接計算出現場空氣中的二氧化碳的含量 結果發現 早上公園小樹林的二氧化碳濃度是0.052% 0.052的數值意味著什麼呢? 這個就要從空氣的構成說起 空氣的主要成分是78.03%的氮氣 20.93%的氧氣 0.03%的二氧化碳 0.052% 亦都意味著鹿湖公園的二氧化碳 接近物理常識中的二氧化碳的兩倍 那我現在身處的位置就在公園裡面 你看看 在我身後已經有很多人在做運動了 像那些踢演的 做體操腳等等 那究竟公園的二氧化碳含量有多少呢? 我們一起檢測一下 那經過十分鐘的採樣 我們可以看到我們的機器是停留在0.044 那相對於每立方的0.03%的標準值 這個數值整體來說是偏高的 公園裡面的小廣場的二氧化碳濃度是0.044% 公園裡面的小廣場比小森林要低 這個是什麼原因呢? 難道真的和這個樹林的密度有關? 管著科學的精神 我們決定到市區內的小廣場來做個測試 我現在身處的位置就是我們社區的一個廣場 剛才這裡有很多廣場的大媽已經在跳廣場舞 這個時候他們已經收拾東西回家了 但是我們依然要測一下廣場的二氧化碳含量 究竟有多少呢? 市中心的廣場二氧化碳濃度是0.037% 比公園的小樹林更低 時間到了下午 我們又來到公園的小廣場 誰見到這麼多阿姨阿爸都這麼積極鍛鍊 平時好懶的他都忍不住想活動一下筋骨 從我的個人角度來看 我覺得傍晚跑步舒適感要強很多 可能是因為早上的空氣還未散開 濕氣太重 但是現在的肝濕度就剛剛好 當然這個只是我個人的感覺 一切還要看一下科學數據 好了 現在的時間就是下午的4點鐘左右 我現在身處的位置就是早上檢測養氧化碳的地方 早上還有很多人在鍛鍊著 現在可能全部都回家 臭小朋友 洗衣服 煮飯等等 那究竟現在的二氧化碳濃度是多少呢 在我身上已經準備好儀器了 我們一齊來檢測一下 現在這裏的二氧化碳濃度是0.035% 好了 那我們這裏就測試完了 我們早上去的小森林 現在的二氧化碳濃度又是多少呢 我們一齊來看看 來到森林般的公園 真是新鮮的空氣 早上我就來到這裡測試二氧化碳濃度 現在是下午時間 二氧化碳濃度又是多少呢 我們一齊來檢測一下 下午4點我們又回到了公園的小森林裏 早上我們測到這裏的二氧化碳含量是0.052% 現在這裏的二氧化碳含量是 好 百分之0.051% 不知道市區的小廣場現在又怎樣呢 好了 那我們測完公園的二氧化碳濃度 現在就來到社區的廣場 這個社區的廣場也是我們早上來過的 究竟這裏的二氧化碳濃度又沒有變化呢 我們一齊來檢測一下 早上這裏的二氧化碳濃度是百分之0.037% 現在是百分之0.035% 還是和這個早上差不多 經過一天的奔波 我們終於把這個數據都收集到了 公園裡面的小樹林早上的二氧化碳濃度是百分之0.052% 下午是百分之0.051% 公園裡面的小廣場早上的二氧化碳濃度是百分之0.044% 下午是百分之0.035% 市區小廣場早上的二氧化碳濃度是百分之0.037% 下午是百分之0.035% 對比一下這些數據 我們發現其實三個採養地點的二氧化碳濃度 都沒有出現明顯的早晚區別 不過不同的地點的二氧化碳濃度 的確有所不同 針對六次實驗得到的數據 我們請教了相關方面的專家 二氧化碳它早上和晚上不同的這種說法 從本質上說它就是一個偽科學的結論 像你們說的 你們早上七點半和下午四點測到的數據是一樣的 這個是非常合理的 因為這兩個時段的光合作用都還比較低 所以二氧化碳濃度其實相對而言是差不多的 所以早晚這兩個時段二氧化碳濃度是差不多的 由於植物它晚上是不會有光合作用的 所以你們測出來在那個公園的樹林 它的二氧化碳濃度比市區還高 這也是必然的 但調查到現在都不是很順利 我們調查了內陰血壓和外陰運動場所 都是找不到問題的所在 看來我都是要找一下我的教練朋友了 教練 教練你好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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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位呢就是我們的一名熱心的觀眾 那他呢在運動的時候就感覺到不舒服 那今天帶他過來呢就想問一下您 有沒有好的方法或者建議介紹給他 OK 那你可以至少具有什麼情況 我就是一般早上跑步啊 懷部以後就覺得頭有點暈動 你之前有做運動嗎 你一直堅持做運動嗎 我就是一直前面沒有做運動 感覺有點胖啊 像肩肩肥然後就開始做運動 常常運動突然間加大運動強度 對 那麼這種情況的話 會出現一些我們身體不適的 教練說運動不能急於求成 尤其長時間不運動的人 更加要注意運動量要循序漸進 其實之前採訪張衛教授的時候 他也都有提到相關的內容 一般來說呢我們運動前要發現自己 首先你有沒有就是說 休息得特別好 安全體力恢復的情況下來運動 那麼運動的時候呢 尤其我們一些病人 長期間不運動的應該從小量開始 自己覺得一旦不舒服 馬上要停止運動 那麼這個IT行業呢 他主要是熬夜比較多 那麼這種情況呢 他應該來說 就是先把自己的生活作息 調整了之後 然後再運動這樣比較合適一點 運動不後急於求成 運動前的高肺都必不可小 教練建議運動前 一定要做人一些的熱身環節 那麼熱身的話主要是 進行我們的一些 對我們的大關節和大肌肉群 做一些放鬆就可以了 就是大概時間是5到15分鐘左右 以微粗汗為營 好 OK 好我們現在開始 好嗎 好 那麼首先我們可以做一些 腰腹的一些熱身 教練非常熱心 現場給小陳示範了 三種簡易熱身動作 一是腰腹運動 活動肩關節 將肩關節打開 公布壓腿 這個動作維持15秒之後 可以向後轉身 一樣動作 10至15秒 這三組的熱身方式 都是簡單容易操作 可減少運動時候意外的發生 就是在這個時候 教練突然之間 將我們叫了回去 怎麼了 怎麼了 教練怎麼了 他沒有吃早餐 沒有吃早餐 會有什麼問題嗎 因為我們人的話 就是說在早餐起床的時候 那個時候血液的黏稠度 都是最高的 沒有吃早餐的話 很容易滴血糖 公布運動容易說 我們容易滴血糖 可能會造成我們頭暈 或者身體煩力 等下它出現冷汗 血液中的糖分 稱為血糖 這種糖分 為體內角組織細胞活動 提供能量 輕度低血糖 可能會引起記憶減退 反應遲鈍 頭暈 聽起來跟陳先生的說法很接近 所以心毛運動起來 就覺得頭暈 乏力 走起路 明明乎乎的 不知道自己在幹什麼 難道陳先生的頭暈 真的因為低血糖引起 聽了教練的建議 我們來到廣藥附屬第一醫院 邀請了專家葉主任 為陳先生做了一個血糖測試 正常情況下 正常人的血糖浓度 空腹波動為 每升3.9到6.1摩爾之間 陳先生這個數值 明顯低於3.9 這個最低正常值 低血糖會引起神經系統的功能障礙 會出現逃云這些問題 水糖血壓還有其他很多因素都會有問題 所以你要偶爾這樣一次 不要緊 如果反反复出現這樣子 而且特別是你吃完東西以後 它還是出現這些逃云的話 那就一定要去醫院去看一下病 在葉主任的建議之下 陳先生改變了他的生活習慣 每日適量進食早餐之後 再去運動 我們約好他一個禮拜之後 再一起到醫院覆查 陳先生一個禮拜前的胸腹血糖為 每升2.4摩爾 比正常的健康 最低值為每升3.94摩爾 低出了不少 改變了胸腹運動的習慣之後 陳先生血糖恢復到正常值 每升5.34摩爾 看來之前頭暈問題就出在這裡 在這裡 生活調查團要提醒一下 電視機前的觀眾 正常血糖應該是胸腹 每升3.9至6.11摩爾 撐後兩小時血糖量高 但應該少於每升7.8摩爾 如果測試到的數據出入很大 最好立即到醫院就診 空腹運動有可能會導致血糖偏低 有可能會其他原因所引起的頭暈 所以我們就要去醫院去 萬一出現這種情況 我們去醫院去測下血糖 測下血壓 是不是因為這兩個原因所導致的 還有其他的原因 那我們首先要排除這兩個原因 還有其他的很多原因 所以我建議大家 最好吃點東西以後 進食以後再去運動 而且進食以後半小時以後 進食以後 如果在運動中或運動後 出現飢荒感 心慌 出冷汗 頭暈 及四肢無力 或者戰鬥的現象的時候 歇時你已經出現低血糖 但沒有驚慌 可以按以下的步驟處理 一、立即停止運動 並服下隨身攜帶的食物 一半是休息十分鐘左右 低血糖即可緩解 二、若十分鐘之後未能緩解 可再服食物 並請求其他人通知你家人 或者送你到醫院 三、若有條件 可要求醫生為你準備移高血糖素針劑 並隨身攜帶 將注射方法 簡明騙要地熱出 若出現低血糖 而你有清醒的時候 可以自己注射 若神智不清 其他人也可以根據注射方法 為你注射 雖然幾經波折 但是我們到最後 也都幫助陳先生 找到了運動不適合的原因 這節目的最後 我們也總結一下專家給我們的幾個建議 第一 如果你在運動的時候 感覺不舒服 最好去檢測一下你的血壓和血糖 因為人體的狀況 每天都會有變化的 第二 運動之前 一定有足夠的休息時間 而每天科學休息時間 就是八個小時 第三 運動之前 適當地吃早餐 休息十分鐘之後 再進行運動 不要覺得你人高馬大 就覺得什麼問題都沒有 我們提倡的是 越運動越健康 好了 我們今期節目差不多 我們下期同一時間再見 拜拜